站在我院子边上 可以看到对面的公寓楼 为了增加隐私 为了保护隐私 准备种一棵树在这挡着 今天说的就是这棵树 什么树呢 玉兰花 见过这种玉兰吗 这是一棵从种子开始种起的 这是一个杂交品种 它的副蒙本当中 有一个品种叫做Umbrella magnolia 另外一个品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可能是普通的玉兰 Umbrella magnolia 这种叫什么雨伞 它的原生地是在北美 这一棵的特点 它为什么叫Umbrella 就是长得跟伞似的 你看叶子巨大了 其实它长成的叶子 还要大一倍到两倍 你想想 想想一下 这一棵种子呢 是从一个Garden Club 好像是海洋省 海洋三省那边那个Garden Club 买的 当时是十年前左右 这一棵种了十年 将近十年 因为在盆子里头 所以生长相对 控制了它的生长 抑制它生长 长得较慢 也有两米高了 去年还是前年开过花 在顶端开了一小朵花 因为它长得不够旺盛啊 但是到了开花年龄 开花的时候都没认出来 它真正开花的时候啊 它的花也是巨大 生长条件合适之后啊 希望在我这儿能够合适 和普通的玉兰花完全不一样吧 花形叶形都有很大的差别 一直盆栽 开始的小的时候 还放在冷藏室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啊 我有个冷藏室冬天过冬 后来长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长高 所以冷藏室放不下 干脆省事就放在外面吧 其实有两棵 有一棵被冻死了 那棵长得更大 这棵活下来了 这棵就是这么盆栽 没有任何保护 想想多伦多 地区没有保护 也能过冬 所以说它的耐寒性还是不错 另外一个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叶子发黄 这个是不正常 为什么发黄啊 晒的 太晒了 开始放的位置啊 差不多是全日照 而且有盆栽啊 水跟不上 有的时候 肥有时候也跟不上 就是太晒了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现在准备给它定值 地栽的位置呢 差不多是半日照 但是是中午的日照啊 挺猛的 相信如果它的水跟上了 水能水能跟上 扎好根了 它的叶子不会这样黄 即使是中午这时候日照 中午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日照 除了叶子发黄 你看叶子晒焦了 这也是晒的 保护增加隐私 其实应该用长青的啊 一年四季都会保护隐私 但是呢 长青长得太慢了 我长青小时候都长得 要么太慢 要么长得太大 太占空间 所以呢 用这种扩页的 它长得速度相对快 能很快 我估计明年 它要是顺利的话 能顺利过冬的话 明年就能很好的保护了 看到了 好像是去年开的花 这是开花的位置 开花从旁边长出侧芽 如果顺利 如果顺利的话 明年不一定有花 后年还会有花 而且花我相信越长越大 在多伦多的埃德华公园 有一棵 就是往后山爬上去 那个小 那个小低谷 那地方 有一棵 我也观察了很多年 一位著名的 备受推崇的 也就是 是一位 多伦多杜军协会的前辈 叫David Hinton 他种的 他捐的一棵 开过花 长得也不错 然后后来 不知道哪一年 夸叉死了 死到地面 从地面长出新芽 你想想 够顽强吧 除了这个Umbrella Magnolia以外 还有一种 这个 它特点是叶子 长 相对较长 还有种叶子要宽 叫Macrophylla 听着手吧 Hydrangea 有很多植物都叫Macrophylla 就是因为叶子大 巨大 多伦多也见过 我曾经错过一次机会 就是有人卖小苗 他家种的 卖小苗 那个Macrophylla 它的母本植物 长得也巨大 长得不是巨大 不是很高 但是叶子长得很好 但是那个是属于 属于奈寒六区的植物 我不知道他现在 是不是还活着 后来没见他卖了 没见他卖了 有人曾经卖过小苗 那个人也住在石家堡 他们家也种竹子 挺有意思的 欧洲人 好像东欧的 种下去之前 咱们再欣赏一下 它的根 这种像面条一样的根 好像比铁鲜林的根 稍微细一点 这种肉质根 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怕烙 怕水太多 相反的 有一定的耐旱性 盆子表面有苔藓 这苔藓是我放上去的 不是它在这长的 长的话 那就是太湿了 或者透水性不好 和绣球花不一样 它的叶子不太容易粘搭了 坚挺的 说明它这个储水能力 根的储水能力挺强的 在缺水的时候会供给叶子 挖坑 挖坑常见的问题 就是树根 树根 遇到树根就剪断 大剪刀准备 好了 大叶的御兰 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你喜欢御兰吗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